介绍自己的时候一定要讲 自己长得很愁 如果你是美女帅哥 大家都会觉得你很谦虚 如果你真的很愁 至少还能发现你另一个优点 那个优点就是说 那你真的是很诚实 这个也是生象 这个也是生象 有人长得很美 有人长得很愁 但是你不能讲说 这个长得很美的 他就是好人 长得很愁的就是坏人 对不对 但是长得很美的帅哥美女 至少他的前世都有他的因缘 你长得愁 你前世也有他的因缘 有他的因缘在 但是有的长得愁的 心地也很好 不过很奇怪哦 我喜欢看台湾的布袋戏 布袋戏你知道吗 以前流行布袋戏啊 那个 哈贝两戏长得很愁 哈贝两戏长得很愁 但是哈贝两戏的心地很好 哈贝两戏的心地很好 他长得很愁 两个牙齿突出来 哈贝两戏 哈贝哈贝 另外那个 哈贝鸟 贝鸟长得很愁 啊长得很愁 而且是头背 心地很好 贵诺柱 贵诺柱 贵诺柱也长得很愁啊 但是他也是好人啊 贵诺柱也是好人啊 布袋戏很喜欢演这个 这个雕得好看的 雕得好看的 雕掩文 哦 云分酒代入割 雕掩文 他是长得很好看的 那当然是男主角 当然就是男主角 这个像不一定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常常想 像由心生 啊人的面孔 是由你的心 你要对自己的相貌负责 像由心生 所以你年纪大的人 老了 大部分都很愁 因为年纪越大 他就是长得 这个皱纹啊 怎么样子啊 越来越愁 愁的真的是很吓人 那个你的仇啊 而且又留长头发 这样长发 这半夜啊 出来吓人 你看到 他很长的头发 突然间往后面看你 被吓个半死 他年纪大了 留长头发不好看 你就应该把头发剪 剪短一点 剪短一点 对 不过我们讲 你如果有修行 那你年纪越来越大 你就显得越慈祥 年纪大的 不管是男的你的 都是很慈祥的 这都是有修行的 如果越老越凶的 那一定是凡夫啊 越老越凶的 凶什么凶啊 大家一力平等 都是有佛性的 你凶什么凶呢 你看壁雕 虽然头背 但是他不凶啊 你看我们的这个 雷杖式的 所以要慈祥一点 非常重要 要慈祥一点 不能凶 讲话要很客气 看到人来了 欢迎光临 看到人走了 不送不送 人来了要走了 谢谢 都要称谢的 要很有礼貌的 越凶就越愁 不要太凶 我们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毛病 就是大家都很凶 彩虹雷藏寺的 会不会凶啊 告诉你 胸都是没有修行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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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现场 谢谢